这时杨靖宇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和维满军政部的绝密文件中 南满游击队的不断发展令日军十分恐慌 为了消灭这支杨靖宇领导的新生抗日武装 日军调集了守备队和伪军连续对游击队进行讨伐 1933年1月至4月间就对游击队和玻璃核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大讨伐 杨靖宇的乐观精神战斗激情感染着游击队团 在连续粉碎日美军两次讨伐后 杨靖宇带领战士主动出击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及时补充了两次反讨伐战斗中的消耗 杨靖宇运用灵活激动的游击战术又粉碎了日军的第三次第四次讨伐 令战士们士气大振 同时沉重打进了日军的战斗意志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南马游击队作战六十一次 击毙日本军百余人 部队由舰队式的不足百人 扩大到二百五十余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靖宇 这一时期的功绩不仅在于他用自己疾风流水般的游击战术 打开了南满地区的抗日局面 还在于他用自己的战斗实践 为党领导下的全东北的抗日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满洲省委一直关注着杨靖宇在南满进行的创造性工作 并不断把它加以总结 介绍给各地的党组织和游击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